人在这个社会当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挫折 很多人在挫折面前就是心态发生了变化 有些人在跟自己的挫折抗争 但是心里没有一种理想 没有一种我们说的学佛的那种信念 没有信仰 所以很快的就被自己的那些肮脏的理念所打倒 所以学佛人的话就是讲的觉悟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能够自觉觉悟 你才会断惑正真 断掉迷惑 证实真实的世界的存在 实际上实际上我们学佛人 这个菩萨呢 拜菩萨并不是一种好像你是学佛啦身份的象征 而是代表着你已经摆脱了人间的烦恼 你开始了用悲智两种品质的这个运作的开始 一直用智慧来解除烦恼的能力 然后你用慈悲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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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 起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它是一种伦理道德的一种在线 它这种宗教 它是显示人的伦理道德 佛教呢 它有意的告诉你人生是苦的 然后再引导你去追求人生的解脱 作为自己最高的理想目标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你相信 能够解脱呢 所以佛教就有一整套 一系列的这种 虚恶从善的理论学说 和这个伦理道德的标准 标准我们说 什么叫伦理道德 就是不能对自己的父母亲造成伤害 这个在自古以来 我们五千年 这个文明古国的 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 就是让我们懂得了 什么叫伦理 什么叫道德 同样佛学也是 让我们懂得了 什么叫恶 什么叫善的 理论学说 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 传入中国之后 它的道德伦理思想 尤其呢 这个佛教讲众生平等 这个这个 慢慢的被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个底蕴啊 所接受 对不对 众生都是平等 虽然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呢 它也是讲一些不平等 实际上 讲到的是平等 是一种平等的心 平等的意念 平等的人生 平等的待遇 大家一起的待遇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对佛法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 新的概念 怎么样能够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智慧 更加的慈悲 也就是变得更加的 在家庭也好 在社会上也好 有一个更慈悲的心 来贴近你的生活 贴近你的生活 所以 人生心态很重要 我们说 现在人生啊 生命存在着很多的缺陷 而且人都知道自己 我就是不好 我就是自私 我就是搞不清楚 就是这种迷惑了 而且 会慢慢的转变成一种烦恼 和痛苦 所以佛陀对生命 现实 在末法时期 其实他的评估和结论 就是人生是苦的了 你想想看 你就是快乐到最后也是痛苦 你拥有了到最后也会痛苦 所以佛告诉我们 这个四圣地八正道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爱别离啊 这个原整会啊 然后呢 这个生老病死啊 等等啊 让我们看清 让我们正视 要找到自己 生存在人间的 真正的价值 所以 因为很多无名的东西 在我们 神边呢 遮蔽了我们的眼睛 以致呢 让我们看不清 我们自己生命的真相 自己每天 以为自己很幸福 每一天 喝酒了 哎呀 晚上有喝酒了 哎呀 我今天可以去 做一些吃喝嫖度的事情了 觉得自己 可以幸福 实际上 这是苦啊 以苦为乐呀 其实 这种麻醉的 这种暂时的拥有的苦 他不知道 人生的最后的真相 他不知道 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啊 他不能知道 自己生命的 健康的发展 他也不知道 当自己拥有的 人间 暂时的快乐之后 啊 你会 慢慢的 一患无穷啊 因为大家记住 任何的快乐都 带有 啊 这个 未来的损失 比方说 喝酒吧 你以后的 这个肝会坏掉 抽烟吧 肺会不好 啊 这个 那个有时候 讽刺别人 他开心了 最后被人家 啊 要 给人家 啊 被人家 基督 然后被人家 排挤 所以 活着正当的理由 是应该 懂得 寻找一种 生命的 真正价值 啊 这种生命的 真正的价值 在于我们 为什么会失去 活着的动力 这是很重要的理由 啊 如果当我们知道 我们是要还债 当我们知道 我们要借家修正 我们的生命的动力 重新开始启动 有的人活着 为了自己的家庭 有的人活着 为了自己的事业 啊 但无论哪种理由 啊 都是生命 表层的理由 经不起 啊 我们说 学佛人的 那种推敲 因为 你只是为了生命 而活着 为了一顿饭 为了一个孩子 为了一个家庭 啊 而支撑着 啊 这么 啊 表面 好像活着 实际上生命 真正的终极 啊 这个答案 我们一定要找到 啊 这个答案 啊 就是支撑我们 继续走下去 走完 走完人生的 真正的意义 所以很多人呢 真的不知道 啊 一看到家庭破裂了 自杀了 孩子 离你而去了 自杀了 或者工作没了 他就 开始啊 就是沉沦了 因为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让自己解脱的方法 所以 学佛人呢 要懂得啊 真正解脱自己 要有 要有佛心 要懂得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苦空无常 你才会去寻找一种 啊 让你活在人间支撑着你的一种生命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就是你千寻万寻的人生的 用现代话讲叫人生的境界 啊 用佛法界讲就是我们的佛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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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